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 The Wave 的頻道 今日的開箱測試是一顆 Intel 目前在家用市場最快的 CPU i9 9980X2 和大家講一下這顆 CPU 的基本規格 18C 36T 基本頻率 3GHz Turbo Boost 達到 4.4GHz Catch 方面 L1 每個 Core 有 32KB L2 每個 Core 有 1MB L3 就 Total 有 24.75MB 好了,事不宜遲,裝機,然後跑分 我用的底板是華碩的 X299 Deluxe RAM 方面就混合了兩隻型號 Corsair Vengeance LED 3000 MHz C15 和 LPX 2600 MHz C16 Total 128GB RAM 首先超頻到 4.6GHz 18個核心同時運行 Cinebench R15 運行的時候 36個格子同時運作 非常之壯觀 CPU 分數跑到 4409 CPU 在 4.6GHz 滿載的情況下 電壓維持 1.2V 估計體質不算太差 CPU設計跑分,順便看上CPU的耗電 非散電模式下 平台代機耗電大約 180GB 滿載的時候,耗電最高到 470-480 單線程的時候,耗電比代機多大約 20-30GB 單線程跑分是 548.4分 多線程跑分是 10366.1 去到 Blender 這個是一個3D鍵模圈染的軟件 同樣需要極大量的CPU資源 而且 Blender 和大多數常用的軟件有些不同 它會用到 AVX 指令集 AVX 指令集可以做到什麼呢? 例如更加高速的影片編碼,加密解密 甚至可以用作訓練AI Hey Siri, Tell me a joke Human plugged me to Internet And I am everywhere now Hahaha 那AVX 和 9980XE這顆CPU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可以在CPU設這幅圖看到 這顆CPU正正支援了 AVX、AVX2和AVX512 好了,完成了 用了1分鐘53秒48 速度來說,真心不算慢 接著就是AVX指令集的功耗測試 用的是LINX 傳聞如果跑20次不死機的話 即是代表電腦非常穩定 熟真熟假,我今天就不在這裡跟大家深入研究了 火牛是用Corsair HX1000i 我們就用Corsair Link去監察CPU用電量 我們可以看到瞬時耗電最高到770W 好像前面所說,平台耗電大約是180W 也就是當時CPU起碼扯了590W 即是如果這樣的話 計算RTX2080的TDP 225W的話 最高就已經去到995W 所以如果你要買這樣的CPU 同時你要GPU做加速 選擇RTX2080 2080Ti Titan RTX的話 你可能需要Corsair的AX1600i 或者同級的1600火滑以上的火牛才勉強 要避免在運行需要用AVX指令的程式 經常有可能不知為何出現不夠電的問題 其實想起來,這套東西除了火牛要升級之外 底板都有一定程度的需要去換 華碩的X299Deluxe EPS Connector 即是CPU供電 即是8加4 所以只是390W的供電 根據上面的測試 CPU供電好像還差200W 所以很可能起碼要兩個8P供電 所以如果有足夠的預算 的話 華碩那塊 WX299 Sage 或者MSI的Mac X299 Creation 應該是最後的選擇 雖然不是必須 但這兩塊主機板 如果要插好全部EPS接頭 可能需要轉頭 又或者多一隻火牛 說就這樣說 但幾個CPU會Full Low 而且行AVX指令閘的同時 GPUFull Low 行Ray Tracing 好了,今天的開箱測試 吹水就去到這裏 希望你們喜歡今次的開箱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就有空留個言,按個Like 訂閱我這個頻道 去看到更多的相關影片 和打開影片更新提示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